PASSIONTIMES.HK 2017年9月4日的末日集新聞 今天我們會講一隻遊戲的新消息 是什麼遊戲呢 我們看一張圖 每年到九月尾至十月頭 就會推出新一集的FEVER 接下來會推出FEVER 18 今次FEVER除了在平時的平台 即是PS4、Xbox、PC出售之外 也會在任天堂的Switch推出 對上一次任天堂主機推出FEVER 其實已經數到2015年 即是FEVER 15年 終於隔了兩集 再一次登錄這個Switch 最近有個媒體訪問了FEVER的報告 他就問對於FEVER在Switch推出 有什麼看法 他就很有信心 就說他很相信FEVER 18 在Switch裡面會好像Mario Kart 以及薩爾達 上網是新一隻 是每一個人出機 一定要賣 一定要有的遊戲 為什麼他這麼有信心 為什麼他這麼有信心 大家當然最關心的是 究竟他更新了什麼 去看看照片 每年FEVER最多 最喜歡說的就是 關於畫質的東西 我們看看下一張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 這張是真人 不是 這張不是真人 這張是遊戲裡面的畫面 當然去滿足球迷的要求 他們的球員都要做得越來越像樣 這樣才能滿足他們 另外最厲害的就是看下一張 這張是製作者 最厲害的就是 這次不單是球員 有畫質上的大更新 連這個球迷和球場 都做得更加漂亮 他還展示了一段影片給大家看 去到看入球的時候 那些觀眾的反應 哇 有多多姿多彩 他還說 那些球迷還會衝到球場 一起慶祝 很危險 他主要說到有些更新 當然另外也會有一些關於遊戲系統 那些盤樓的技術 會多一些 之餘其餘的更新 我們可以回來 但呢 他在Switch出現 其實大家最關心的 並不是他的畫質 到底有多漂亮 那些球員是否真的做得這麼像 當然大家都會關心 但這個是不是真的一個重點 Fever 一直以來 大家最救病的一件事 其實是不關於畫面的 說起EA的遊戲 大家最緊張的 當然是關於連線質素 特別說Fever 是一個這麼多人一起玩的遊戲 那他今集也有說到 在Switch版推出 除了他有一個Story Mode 即是Journey的模式 其他的模式 都會照樣收錄 在Switch版上 包括 例如你One-on-One 我們有One-on-One的連線模式 但他連一個叫Pro級的模式 也有 那Pro級是什麼 就是最大可以支援 十一對十一的遊戲模式 哦 大家就非常擔心 究竟一個支援 十一對十一的遊戲 在EA這個公司 他之前的例子 他的伺服器也做得這麼差 那究竟今次 在Switch版那裡 可不可以做得到 Switch我會想起 炸彈人也很嚴重 因為 其實Switch 他沒有直接插電線 你要另外買多一個 才可以插電線 所以變相 他的連線要求 究竟多高呢 這個就成為Fever的玩家 或者是我 非常著緊的一件事 因為他很影響到 我最後會選擇 買哪一個版本 如果他連線是難的 我們玩這些 對戰遊戲 或者合作遊戲 當然一定要 連線的質素要很好 所以 究竟他今次 在Switch版那裡 推出 Fever的伺服器 可不可以有改善 究竟他的連線 可以滿足到 這個玩家的要求 大家 就真的要拭目以待 這個遊戲 就會在9月尾 29日 就會推出 我們到時 會再跟大家說 今天的每一集新聞 來到這裡